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标准作业程序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的新增病例终于低于一千起 达八百五十二起 累计确诊病例破四万达四万零二百零九起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十三起是输入病例 其余的都是本土病例 沙巴占了五百二十四起 雪兰额一百四十八起 森美兰一百零四起 今天新增两个感染群 同时新增四起死亡病例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新增八百五十二起确诊病例 十三起输入病例 其余的八百三十九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卫生总监丹西诺顺指出 今天新增的八百三十九起本土病例 有五百二十四起在沙巴州 雪兰额一百四十八起 森美兰一百零四起 南敏24起 槟城18起 吉隆坡11起 霹雳7起 马六甲5起 吉打3起 沙拉越吉兰丹和布城2起 登加楼和柔佛1起 玻璃市和彭亨没有新增病例 我国今天新增两个感染群 分别是雪兰娥 森美兰和吉兰丹新增伊迪萨斯感染群 累计8例 127人在等待报告 马六甲亚罗亚野和马六甲中区 新增Vernam感染群 累计8例 1744人在等待报告 目前 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破4万 达到40209起 我国今天新增4起死亡病例 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286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825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有28234人 今天的活跃病例达到11689起 其中94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32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内多个州属从明天开始落实有条件型管令 教育部考量国内正在面临第三波的疫情 所以得令全国学校从11月9号开始 关闭到明年新学年为止 同时也展颜大马教育文凭 大马高级教育文凭等等的考试时间 以保障师生的健康安全 教育部在文告中指出 为了保障500万名学生以及50万名老师的健康安全 该部决定从明天开始关闭全国的学校 直到明年新学年开学 教育部高级部长毛马来记表示 落实有条件型管令周数的学生人数 占了全国的74% 因此该部决定 全国包括没有落实有条件型管令的周数 玻璃市 彭亨 吉兰丹和沙拉越的学校 同样采取停课措施 �anjang tempoh penutupan tersebut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akan tetap diteruskan secara home-based learning mengikut kesesuaian guru dan murid pentad bis sekolah perlu memastikan guru serta murid melaksanakan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di rumah di sepanjang tempoh ini juga guru perlu kekal berada di stesen tempat bertugas masing-masing 与此同时,该部决定将2020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大马记职文凭和大马高级宗教文凭考试 展延到2021年2月22号 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试则展延到明年3月8号进行 政府考试的改期不影响应考生进入大专或大学的日期 sebelum menduduki peperiksaan, KPM memutuskan bahawa mereka akan menyambung persekolahan secara bersemuka di sekolah masing-masing mulai 20 Januari 2021 KPM berharap ruang yang ada ini akan dapat memberi manfaat kepada calon yang terkesan dengan penutupan sekolah Mamara记指出,明年的开学日期维持1月20号 小学所有年级,中一、中四到中六,即职学校的学生 或准在有关日期重返校园上课 至于中二以及中三的学生,虽然也是同天开学 但是他们会继续采取居家上课的模式 直到明年的3月8号才会回到校园上课 以便有效控制学省上课人数 全国学校关闭期间,教育部高级部长 Muhammad Razzi表示 教育部将会致力改善和提升教育电视频道 让学生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 依然可以在家,线上学习 毛马 Razzi表示 当局将会与通讯及多媒体部进行商讨 以提升教育电视频道 让学生在停课期间也可以继续学习 同时敦促校方,务必采取最佳的教学模式 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不被耽误 从明天开始,除了玻璃市 吉兰丹和彭亨以外 西马半岛的其他州署都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直到12月6号 对此,国家安全理事会今天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标准作业程序 让民众参考,以免违反指令 根据最新的标准作业程序 从11月9号开始 每户家庭只允许两人外出 采购必需品和食材 包括外出用餐 餐厅和十四允许堂食 每张桌子最多只能坐2到4个人 需保持一米距离 此外,商业、经济和工业活动允许运作 超市、购物商场和便利店 需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从早上6点营业到晚上10点 餐厅、食室、餐车、小贩和杂货店 从早上6点营业到晚上10点 公共巴刹的营业时间为 早上6点到下午2点 夜市则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批发市场从午夜12点营业到下午5点 农民市集早上6点到中午12点 此外,油站的营业时间为 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位于高速公路旁的油站可24小时营业 其他商业活动一律从早上6点营业到晚上10点 交通方面 公共交通包括电照车服务允许运作 第一次和电照车最多只能载送两名乘客 营业时间则限制在早上6点到午夜12点 此外,身在有条件行管令地区的民众 不允许离开管制范围 除非拥有工作准证或批准信函 才可以跨线跨州 不过,在紧急情况下 像是车祸意外需立即送医的人 可按照轿车大小规定乘客人数 无需获得警方的批准信 此外,需付医疗预约的民众 同样可依据轿车大小规定乘客人数外出 需出试信件或预约卡 医疗服务方面,政府和私人诊所及医院可24小时营运 中西药行可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11点 体育活动方面,任何没有肢体接触的个人体育及休闲活动 像是跑步、骑脚车、钓鱼等允许进行 参与人数不超过10人 商用足球场、健身房、室内足球场和雨球馆 可从早上6点营业到晚上10点 在没有肢体接触下 参与人数同样限制在10人之内 宗教活动方面 清真寺、祈祷室、非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活动允许进行 出席人数需按照各州宗教局和国安会的规定 此外,婚礼的出席人数需依据场地大小规定 最多只能30人出席 在有条件行管令期间 夜店、主题乐园、室内游乐场和电影院等群聚性活动一律禁止 对此,民众可以浏览国家权理社会的官网 以了解更多详情 国防部高级部长德律伊斯马萨布里今天发文告表示 警方昨天逮捕了519名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民众 其中有511人被开罚单、4个人获准保释 以及4个人遭到延长扣留 另外,警方昨天也展开了超过5万次的检查行动 伊斯马萨布里指出 警方昨天逮捕519名违反复苏式行管令的民众 当中已没有保持人身距离的民众最多 一共有206人 其他违反的条例包括 没有戴口罩126人 没有提供登记访课记录67人 超时营业23人 涉及娱乐场所活动9人 以及违反其他标准作业程序的有88人 与此同时 警方昨天展开53389项检查行动 以监督商家是否执行标准作业程序 涉及检查行动的场所包括超市、餐馆、摊贩、工厂、银行、办公室 陆路交通中站、水上交通中站以及航空中站 执法当局也促请民众遵守有条件行管令的标准作业程序 为令者将遭到警方对付 文告也指出 警方将与大马武装部队、海市执法机构、移民局、海关署等等 其他机构合作控制外籍入境者以及跨州的人流 截至昨天 警方在堡垒行动中成功逮捕6名非法入境的人士 以及充公3辆汽车 Ismail Sabri 补充 执法人员是基于防止新冠肺炎病毒从境外传开而采取相关的行动 此外从7月24号到11月7号 一共有62490人从国外回国 他们被安置在67所酒店以及20所由公共机构培训中心冲座的隔离中心进行隔离 52,791人完成隔离之后获准回家 9,315人还在隔离当中 另外384人则被送往医院治疗 执法当局也在昨天展开了21项消毒工作 涉及国内的10个州数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rshi Ismail Sabri 表示 国防部将在明年获得将近161令吉拨款 这笔钱将分配给国防部队的家庭住房计划 以及军事配备和退捕军人的福利 Ismail Sabri 指出 国防部在财政预算案中获得的拨款 比去年155亿高出1.8% 也就是2亿8千万令吉 伊斯曼 Sabri 指出 财政部主要是着重在两大重点 分别是改善军事设施 以及给予退捕军人福利 其中包括建设将近1000所国防部队家庭住房计划 以及分配给国防卫退捕军人事务局 以照料退捕军人的福利 我国今天发生一起罕见的空中意外事故 两架直升机在雪兰俄州淡江的上空发生碰撞 其中一架坠毁 另一架紧急降落在一所学校的草场上 坠毁直升机内的两名男子证实死亡 另外两人受伤被送进医院治疗 这起直升机坠毁的事故 在今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 在雪州淡江 梅拉花地花园上空发生 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在蓝色直升机失控坠毁之后 与发生碰撞的一架红色直升机 也随即紧急降落 在附近一所丹米尔小学的草场上 OK, kemalangan tersebut melibatkan kematian dua orang yang pertama adalah Muhammad Irfan bin Muhammad Rawi helikopter yang di sini dan seorang lagi Muhammad Sabri bin Bahrum dua-duanya meninggal helikopter ini memang hanya untuk dua orang sahaja dua penumpang sahaja satu lagi yang kemalangan yang berada dalam kawasan sekolah adalah Datuk Ahmad Jawahari dan Tan Caila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和旅乘客程赛因 两人的情况稳定 已经送往医院接收治疗 两架出世的直升机 是属于Maheli俱乐部所拥有 尽早从书邦机场起飞 准备飞往云顶山脚 但不幸在途中发生意外 当局在接获投报之后 包括安邦消整局局长在内 共10名消整人员 赶往现场展开救援工作 事发时天气良好 当局还在调查真正的召获原因 英国街头艺术家 创作了一幅 以宾飞生物为主题的壁画 唤醒人们关注环境问题 新闻结束前 一起到英国伦敦看看 我是刘正义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坏新闻 我们再会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